今天余文病了 又是我了 這是我的後備師去代替一下他 剛才Ruby也說到阿楓 他說找他也廢了 但其實我們看到他們在教育見證 這件事很case by case 因為我們看到阿楓照顧Ruby 其實是很無微不至的 給很多的男生 我們先給阿楓掌聲 有一次我記得星期日 Ruby和阿楓坐在那裡 我們大概也在說 一個男生要怎樣對一個女生好 阿楓就說 我對你不好Ruby 我也做得很差 Ruby就立刻抱著他 不是的你做得很好 我一向就很想 他就得到我太太的支持和關心 我咦?原來認衰是ok的 那我回家了 我跟阿楓說 我說阿楓啊 我發覺我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男朋友 老公不好意思 我不是一個很好的老公 對你真的不好 她說你終於都發現了嗎? 你知道就好了 我咦? 那個case有些不同的 有時候伴侶的妖答 會很影響到你會有什麼反應 ok? 但譬如說你可以是一個女生 可以是很收不到男生的愛的時候 但你仍然是給鼓勵 你仍然可以這樣說 你都做得很好 你很ok的 但你如果像我太太那麼無情的時候 其實是很傷的 但是呢 亦都是在關係上 要有一個坦白 就是 一個坦白可以帶來一個改變 一個坦白可以帶來一個 乘以時的轉變 神像了我們是我們的伴侶 ok? 你在生命裡你遇到某君 有些人是結婚的 有些人是在搞婚禮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就是要肯定 這個是上帝所賜給你的伴侶 要很感謝耶穌次的伴侶給我們 給我們一些掌聲 給我們的天賀 因為他叫你不孤狗 他叫你走這條路 有一個人扶起你的 ok 拜拜 多謝 但是呢 最沮喪的時候是什麼呢 就是剛才我們不單是Ruby 試過有這些位置 我們在座也有很多人會有這個位置 就是當你要求伴侶想扶起你的時候 但是他那一刻不是扶起你的 那一刻他是兜巴尖你的 然後你很矛盾的 因為你說神 你已經生氣你是完備的 你好知道我需要什麼的 你清楚我需要什麼 你應該會像一個完美的情人給我的 為什麼 但是我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得不到一個的支持 我得不到一個的愛的感受 那究竟哪個問題 是不是神的問題 我們知道我們在這個感受上面 很理性裡面 我們會跟自己說 不可能的 神會不會像一個 是我不喜歡的給我的 那就是說什麼 神一定是會 你應該會切完美的東西給你 你又試過在生命裡面 我們每個人都會很想 就是一生出來的時候 是一個很 怎麼說 很多錢 很有錢的家族 很完美的背景 有很愛自己的父母 還要是父母不單是愛自己 而一定要有一股儲備 對你好好 然後你就要去到 就是我們很嚮往這個背景 但是你會發覺 在這個背景長大的人 在這個背景去到成長的人 我不是那些什麼 一出高打算人 但是你會發覺 在這個這麼完美的背景長大的人 在愛裡面 有很多的缺陷 但是 你看到耶穌 降世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很大的事 就是 他在這個馬曹上降生 他是很謙卑的 在馬曹上出生 為我們降生 你看到所有的事 是有一個好像不完備的開始的 你要在不完備的裡面 去到發掘 去到更依靠神 去到變成更完備 這個才是神的心意 所以當你在關係上面 你遇到一些否定 當你在關係上面 你遇到一些不能夠的時候 首先你要問自己 這個是神賜給你的門女 而 究竟我在這方面 我要學習什麼呢 我呢 就有留意我太太的 開始留意我太太 對我的控訴 我發覺 我埋到我太太身邊的時候 我聽到是投訴她 我聽到我太太用眼神 她看了我的時候 她看了我的眼神 是充滿了敵人的眼神 那我就想 我知道了 我要開聖經去學習什麼的愛 我在聖經找 沒錯我找到了 敵人的愛 我愛這個敵人 我要用耶穌給我 用我的仇敵 我就跟我太太 是不是我要用仇敵的愛 去我的太太呢 那我就想 為什麼神會 要我用這個仇敵來 去愛你 去愛她 一定是我搞錯了 你不會珍惜你的仇敵 你不會關心你的仇敵 其實 對於仇敵 我們頂董 可以給一份搖樹出來 是不是 那份搖樹 但是你不覺得 最後你的心都是極然的 OK 但是 有一個弟兄 就教識我 在愛裡面第一件事就是 Garry 有一次分組 他和我一組 他哭 他哭著圈奸我 哭著 哭著說 他說 你知不知道 你兩個人 可以做成夫妻 是要很珍惜的 你知道嗎 我說行行行 我說你冷靜點 我會嘗試去改變這個狀況 通常改變的 永遠都是要自己 在愛裡面 我們永遠都是想對方改變 但是我們發覺 是要由自己開始去改變 但是最惡頂就是在這些位置 當你發覺自己是要改變的時候 其實是 為什麼要改變呢? 是因為你發覺你是出錯了 你有些東西是錯了 就像剛才Ruby所說 她說她是一個很完美的家庭裡面的長大 OK 你應該已經懂得愛的 而我也認為我是一個很好的家庭的背景上長大 但是我也認為我懂得愛的 但是我發現 我看到我太太對我所做的事 我看到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很否定 我最初是否定她的 我會覺得 搞錯你不懂得愛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家庭 不是我所做的 我這麼完美的 因為我是你的問題 還是你對於一些事情的態度 你會有這樣的態度 應該是 我有一個很完美的態度 那個改變 我會把手指指向她那裡 但當時她跟我說 要由我去到改變 要由我去到扭轉 那一刻 那個感受是怎樣呢? 我們可以在下一首歌裡面 完全可以感覺到的 我們請一包出來 唱一唱 其實完全是 當你很想改變 但你很否定你要改變 但其實你很不開心 但其實你知道要去到改變的時候 你的心就會像這首歌的歌詞一樣